我剛剛做了萬城對利物浦的蔡侯平 那條片的留言很多人都說差不多到一萬個訂閱了 差二十多個人而已 我相信今晚應該可以達成到一萬個訂閱 也就是說今晚相信那個秘密就將會被爆出 不過除了爆個秘密之外 還說有一個新的節目將會推出 而這個節目的形式將會是革命性的 大家是應該猜不到的 而得益的其實都是大家 看來都有一些牽絲的 不過這個節目應該會在星期一 才會跟大家公佈的 那今天都是重點繼續講英超的比賽 那現在就是講萬聯作客對史督城 那萬聯今天其實是出了一個大概像一個4-3-3 或者是4-3-1-2的陣式 那我們明白MK仔 麥希達恩應該是超連結人 而前面衝得跑得的福仔 和盧卡古應該是負責做一些反擊 那做反擊會不會是想引史督城上去攻自己呢 當然會有少少這個心態 不過史督城的一開波第一個機會 其實都是反擊來的 而萬聯一開波第一個機會都是反擊 那盧卡古其實是有一下向前推的機會 接應這個福仔的傳送 不過都要拿一讚蘇馬落腳 是很準地瓦解了今次萬聯的機會 而史督城的第二個機會同樣都是反擊 也就是說史督城是想盡快完結攻勢 不會受理萬聯縮後而哄到他主攻的 結果失業高速來回球 那我也要讚一讚摩連盧 他正選陣容裡面是收起了馬達 是正確的做法來的 因為他都會預示到 應該呢 史督城都不是那麼容易哄得到的了 那所以呢 比賽品種應該是高速來回球假對攻 那馬達當然現在的速度力量應該是追不上的 那不放他出來是OK的 那16分鐘的時候 講一講普巴 普巴真的很喜歡拆數據 不過今次他這一次的數據 我非正式跟他統計到 原來我發現他每一場賽事 至少都有一個是中場交失球的情況 而今次是有兩次的 下半場的68分鐘都有一次的 不過呢 曼聯之後呢 都是發生了主攻的情況 因為始終呢 他們都是一隊比較強的球隊 而史督城呢 真是跟你完結攻勢就算數的了 那今天的正選陣容裡面呢 都有赫里拉的 赫里拉在這裡呢 中後場的互傳的活動 我覺得是爽快了OK的不錯的 那但是始終呢 講到曼聯的主攻呢 他們都是很難是可以摺黑到禁區頂的球員 也就是說呢 在主攻的層面上面呢 那個波很少在禁區頂 而他們一路做下去 都看不到有些什麼目標 或者方法呢 是可以將那個波送去禁區頂的球員的 那如果曼聯出現主攻的話呢 其實史督城就有多了反擊機會 那但是上半場來說呢 那早段呢 史督城的反擊其實都是一般的 我們很大的理由可以見到 就是曼聯的中路防守大將 敗里呢 在包圍上面是很好的 那所以呢 史督城是很難做到反擊 即使有攻門呢 都是軟射 而迪京亞根脈的伸手呢 都是不錯的 那所以呢 其實曼聯呢 因為他沒有辦法進入禁區頂呢 那所以呢 那個主攻是無力 不過今天呢 他們的攻勢來講 跟以往三場賽事最大分別呢 就是他們做多了一些長的地球啊 直線呢 扔到左右兩邊呢 是找隊友落底線啊 那都是因為呢 就是 史督城那邊呢 今天是踢三中堅啊 那所以 左邊的走廊 和右邊的走廊呢 都是通常只有一個人的 那打那些位置呢 是容易少少的 那去到二十二分鐘呢 我都要賺一讚福仔的表現的 今天他的無波走位呢 是比以往都要多和積極 那這次呢 就由左邊一路跑 插下去中路呢 是接應直線呢 是打通呢 就是對手的防線後面的啊 那這下呢 就完全掌握了一條防線呢 是未鬥得很深的時候呢 他就跑了進去啊 要賺一賺那個洞察力 那可惜射球呢 就一般的啊 去到二十六分鐘的時候 其實都是反擊啦 那福仔這次在左手邊 有少少少空檔 那就來了一個半傳半射的 是攻勢出來啊 那我們可以清楚見到呢 現在萬聯所做出來的呢 是一些中短期的進攻來的 而這一種手法呢 明顯都是因為 針對回前三場 長期老鼠拉龜的情況 制定出來的一些手法來的 他們發現呢 在後面猜來猜去都沒有辦法呢 就叫那些前面的球員 盡量呢 就是跑去條防線的身後那裡呢 就是搶直線的機會啊 都是比以往老鼠拉龜的威脅力呢 是來得好啊 以前呢 明賣明賣呢 的確是要等對手犯錯 但是你現在呢 是可以主動一點點 去做一些無球走位的 不過都要賺一賺呢 今天小屋城的後防球員呢 其實犯錯都是非常之少的啊 所以如果你真是要令到這些好的防守球員呢 是失位啊 犯錯的話呢 其實歸根究底 都是要去回主攻的方法 禁區頂停球 因為你只要把球呢 是停在禁區頂的話呢 就會令到那些防守球員 或者防守區域 不知道怎麼做好 很尷尬 不知道應不應該擴張過防守區域 或者收縮過防守區域的 不過起碼呢 都要賺一賺萬聯的啦 有少少進步 有積極這樣去嘗試呢 就是解決之前老鼠拉龜的問題 那今天有些攻勢呢 都起碼叫做是自己做出來 而不是呢 是搏出來 明賣明賣扔些攻波呢 就是搏亂搏猛搏鴨仔波啦 不過呢 去到43分鐘的時候呢 他們先作落後 那史督城其實這一下呢 是主攻來的 那高波呢 就掉了下去 右手邊 迪奧夫那邊 再傳中 明賣明賣的傳中球來的而已 那但是竟然之間呢 拜利是很罕有地出現了問題 很少見的啊 完全在對抗性上面呢 是跟不到對手入球的球員莫定啊 而其實拜利呢 在上半場的中段的時候呢 是有受傷的情況 那我就不知道這一下呢 那跟他那一下受傷 有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啦 那不過曼聯呢 其實今天都叫做有些混仔的 那去到呢 就是45分鐘的時候 他們閃電追和的 這球球呢 是左路的角球呢 斬下去 史督城的球員呢 竟然是用區域聯防啊 也都呢 就是輸了個前柱 那前柱永遠都是還出球的時候 兵家必鎮之地的 那這一下呢 就因爲區域聯防呢 沒有好好跟定這個呢 是馬迪 馬迪衝進來呢 就佔了先機啦 那在前柱被進攻球員呢 是碰到個球很危險的 他可以直接攻門又行 他也可以將他移傳回到中路那裏呢 那裏呢 那這次又是區域聯防的問題啦 走漏了後面的是普巴他們的啊 那結果呢 普巴就頂到福仔 福仔呢 今天踢得好之餘又有些運氣啊 那結果入球呢 就算了他名下的 那追回成一地一路啊 而曼聯其實繼屎雲市場賽事之外呢 啊 兩次在對著對手的區域聯防上面呢 國球呢 是有所收獲了啊 大家可想而知啊 區域聯防是有幾大的問題 那去到下半場的時候呢 拜利是並沒有被調離陣的啊 那下半場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呢 我想問的 那 曼聯你清楚見到對手用區域聯防啦 你國球有著數啦 那不過爲什麽去到下半場 很多國球曼聯都是開短的呢 如果開場的 會不會多了些機會呢 好了 去到呢 就是58分鐘了 那下半場呢 小屋城呢 都是多了時間主攻啊 那這個就不知道是不是呢 他們曾經有領先 又被人追和 有少少不甘心啦 那不過曼聯 成十分鐘都沒有反擊的機會 那這個其實有些奇怪的啊 那不過呢 一次機會是足以致命了 那這下其實呢 就是小屋城有一個反擊打上去的機會啦 那不過呢 就炸一讚曼聯的左後衛達美安 搶了對手的角下球上了來 而這一下也要炸一讚 擺起達恩很醒目 立刻就宴了個位出來 拿到個球了啊 以一個超級連結人反擊AMC的角色出現啊 而這一刻呢 勞卡古當然就是要走位啦 那有走位都可以賺一讚的 那但是要罵的就是小屋城的防線啊 竟然是裝越位啊 而很明顯呢 比達斯是完全拋勞卡古的位置 比達斯呢 他去包越位那一下呢 他還想著只要我不動呢 對手就有越位啊 那結果米達恩一比 那波下去呢 就完全通了 那盧卡古呢 又單刀了啊 那這下完全射得不漂亮的啊 射了去龍門那裡 那又好幸運呢 又有些運仔 寶藏一比二了啊 那不過呢 62分鐘又被人閃電追成平手啊 那這次呢 是來自小屋城的二次進攻機會 那左路的是全中球找到謝斯 那謝斯這下眼看必入 那迪基亞這個破狗呢 相信是本州最佳破狗啦 那但是謝斯這麼輕鬆 可以呢 是自己射球呢 也都是看到曼聯的防線開始出現問題 開始走漏人了啊 那這個角球斬入來呢 就明顯見到 非中斯呢 是失敗了 益了呢 就是伏兵美柱的保定呢 是頂成二比二啊 那之後呢 比賽就進入高速來回球了 而其實曼聯的形勢都不是說十分之差的 因為反擊來說呢 都適合福仔踢啊 不過始終那些反擊的威脅力都不是很大 因為其實曼聯來到這一刻呢 那個反擊套路呢 都是未成熟的 那去到七十一分鐘了 福仔今天積極啊 踢得不錯啊 不過都要被調離陣 那上陣的馬達 另外呢 馬斯亞都上陣了啊 那不過呢 馬達上了來 加上麥希達恩呢 就令到他們的控球能力強了 那做了一小段呢 就是主攻出來 不過都是老鼠拉龜啦 那普巴呢 都是忍不住 射了一個軟射 也是完全不漂亮的 那其實萬聯金有能力可以威脅到龍門的攻勢呢 都是反擊啦 那去到八十分鐘的時候呢 這一下呢 就是整場球可以說是黃金機會了 那反擊上了 所以找到右邊的是馬斯亞啦 那馬斯亞要炸一炸的 這球球呢 可以叫做早斬早著 他很早呢 就斬了個球過去 就不會亂這樣推落底線 是一件好射的 因為他見到盧卡古的位置呢 不錯 他找到他的啊 那球彎了下去 但盧卡古竟然門前呢 就炒飛機啊 不過呢 這球球當然不容易射的啊 球不著地這樣去踢 那去到最後淋完場前啊 那球在一分鐘的時候的啦 國球進到來呢 就差點搏倒網 那萬聯呢 差點可以收獲到 入球呢 就來自對手的是大烏龍啊 不過 這一下呢 入不到呢 都不是叫萬聯 今天沒有運的啦 只不過是不夠好運 盧卡古入球那一下呢 已經是有不錯的運氣 而臨完上半場前能夠呢 是普巴頂中福仔這樣入呢 都是運氣來的啦 那總結萬聯今天的表現來看 他們都叫做是想了些方法出去呢 去解決之前那三場球老鼠拉圈的問題 那但是他們的整體意識局限呢 令到他們只能打點零丁的攻勢啊 一個人呢 就去突破的防線之後呢 就要自己搞定自己射球啦 不能夠做到起碼好像巴黎啊 巴塞啊 利物浦那些中短期的進攻 是進攻的時候呢 起碼是一浪球員上去 而是互相有沒有球走位的漂亮配合 或者呢是分主角啊配角這樣去做 那萬聯在這個層面上面呢 依然是做得不公整的 那所以啦 即使他們今天起碼呢 就是比以往都多了呢 是自己組織的攻勢出來 那不過始終都贏不到球啊 那加上其實運氣呢 都已經是不差的了 以個走勢來看呢 第一場的聯賽很早入球 第二場的聯賽臨完場前入球 第三場的聯賽呢 就是去到下半場才入球 去到第四場的聯賽呢 就先失球 之後呢就是失了兩分和了球 是不是就是說 曼聯的虛火開始慢慢熄滅呢 而若果第一場球 已經是曼聯的高峰期的話 定必不是一件好事 摩連奴真是要再想想方法 看看還有沒有一些更加方便 快戰能夠即食的方法呢 去解決老鼠拉龜的問題啦